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以确定因果关系 譬如说一群咖啡摄取量多的人 可能是因为工作量超载 才希望透过摄取大量咖啡保持专注力 如果这群人比较容易发生心率不整 可能不是因为喝太多咖啡 其实是因为过劳所造成 这项研究虽然规模不大 但运用多项高科技监测仪器 及远端随机指令的操作 确保参与者生活不被打断 不去医院或实验室喝咖啡或检查 才能取得极具价值 且接近日常研究成果 林颖昊指出 这项研究确实提到 新式早期收缩比例 可能因喝咖啡增加 大约从每天100次变成150次 过往研究指出 即使没有新脏结构问题 新式早期收缩过于频繁 可能增加数年后 心脏衰竭风险 这个过度频繁 通常需达到一天内 有一成比例以上心跳 为新式早期收缩 才会考虑用药治疗 因此 也许可以从这项研究推论 对育有心脏衰竭或相关风险者 是有理由建议患者 别喝或少喝咖啡 但这只是一个推论 仍要更多研究证实这个论点 至于健康成年人 喝不喝咖啡 根据个人喜好决定就好 其实不需想太多 健康生活编辑部